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住了这么多人 简直刷新了他的散观 他看了看周围 果然家里也没有让他失望 里面各种暂乱差 水池都早已发霉 而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都脏兮兮的 小白有些后悔 一转头 伯母正紧紧盯着他手中的礼物 他赶紧把礼物交给了伯母 伯母笑嘻嘻地收下 他刚想客套几句 礼物直接被弟弟妹们给哄抢了过去 一转眼就见了底 伯母恼羞成诺 上前一脚就踹到了一个孩子 而那个孩子像没事人一样 爬起来又继续吃着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小白惊呆了 为了安抚小白 伯母热情地拉他坐下 给他倒了杯水 谈论着家常 看着水里的头发 小白什么心情都没了 这时 伯父回来了 听到声响 孩子们都激动地扑了上去 伯父看到漂亮的小白 调侃了他几句 随后 他把肉堆在桌上 邀请小白一起吃晚餐 看着伯父面目猙獰的样子 小白不得不赢了下来 做饭的空隙 伯父拉着小白开始闲聊 听着伯父自以为是的空谈 小白如坐针毡 气氛也越来越尴尬 这时 小白看到旁边的熊孩子 随意抓起一只蟑螂就往嘴里送 伯父生气了 立马起身把孩子领了出去 直到晚饭时间 孩子也没回来 小白询问才得知 伯父把他处理了 小白一时愣住 伯父随即解释 这就跟除掉田间的杂草一个道理 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就要拔除掉 身旁的男友连连忙复合着 小白这才知道 原来孩子已经死了 看着面前的食物 他一阵翻味 他冲到洗手间吐了起来 然而 令他更惊恐的是 马桶里冲出来的水竟是血水 这其中还昏着一只眼珠 小白尖叫地跑了出来 此时 水哥一家人全堵在门口 他们笑着说着 优生劣汰 这难道不正常吗 小白忍不可忍 他要去报警 然而 水哥一把拉住了他 正理地对他笑了起来 画面一转 警察接到报案后 来到水哥家中 他们把唯一幸存的小白给抓了出来 并指控他谋杀 原来 警察在屋内发现了十几个人的尸体 而且 他们还翻出了大量的白骨 而此时的小白已经神志不清 他喃喃地说着 我只是铲除了没用的家伙而已 没有错呀 影片也到此结束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存在 如果因为某件事 某句话从而否定别人 我想 那个人才是最无用的吧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男友的家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